太小了 所以我多下子再分享尺寸给你们 很特殊的配搭 这样子搭真的很好 因为裤子的颜色是比较浅 比较soft的 然后我就配搭了一个比较亮 比较时尚的配搭 如果你是走到比较时尚的前端 你是比较喜欢是比较特殊 比较outstanding的 你们可以像主播这样子一套搭 当然你说你是比较保守派的 你的上衣就带 比较柔的 也是黑啊白色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搭 它特殊的来 它不会是那种很显眼包的 因为它整体要综合的 是那种比较时尚的配搭的特殊 不是那种 有一种over的感觉 不是那种 因为时尚的话over了的话 你就知道是变成了 它不是那种 因为毕竟我下半身是一个 比较浅比较柔的颜色 上半身我就配搭了一个 比较特殊的颜色 整体它就提升了 它整体bring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对 两个色鸭 对 我穿extrasmol 主角是穿extrasmol 如果跟主角的尺码的话 它是穿extrasmol 每个size 只要一个4cm 很少也是 extrasmol70 F74 F78 助理这个是穿M size 直筒裤 直筒的西装裤 然后是属于一个高腰的 只有这个厂家会做这个版型 要是听多一次啊 这个呢 它不是那种贴身 你穿起来下半身 臀部一定是宽松 要是不会啊 臀部一定是宽松 它不是瑕疵 还是什么之类的 它这种直筒 它的臀部就是不是贴 就是宽 尺码越大 库管会越大 顶部的尺寸也会越大 OK 所以说你要记得 不能说 我的尺码大了 我的臀部尺寸没有大 我的库管也是这样小 不是啊 它会跟着的越大 所以说不要看说 我收到XL为什么 我跟主播穿的不一样 因为主播是穿的XS 总之整体尺寸增加了 overall啊 整条裤子的尺寸会增加 腰的尺寸增加 hip的尺寸增加 后管的尺寸也增加 然后长度也会增加 然后像之前我们就有讲过 这样子的长 这样子直筒的裤子 基本上它都是做长的 如果你觉得太长了 你可以拿去改短 记得拿去改的时候 连鞋子一起带去你要穿的鞋子 一起穿上鞋子 才叫那个彩虹丝帮你改啊 因为怕等一下如果改到 其实直筒裤啊 就是要穿长的 那个长度 不要这样子hang在那边啊 你这样子hang在那边啊 不好看的啊 ok 主播穿就刚刚好不脱了 对了 我也穿高跟鞋了 对 我是穿着M size 一样啊 必须穿高跟鞋 太长的话 像我们讲了 你是需要自己拿去改短 必须拿去改短 我穿的话会啊 刚刚好脱一点点啊 所以说 因为我的身高是160嘛 所以说太长 你们记得必须拿去改短啊 跟我的尺码一样 是需要M size啊 ok 我是穿着M size 跟鞋来讲 你的腰穿到很不股 会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它不是那种贴身啊 肯定是还有空间 它是属于一个直筒的裁剪 所以你们这款 如果是跟我的尺码下单的话 是需要M size OK M size就好了 我是穿的 你看啊 助理穿的裤管啊 是比较宽的啊 我穿的是比较小的啊 因为我穿着Extrose 助理是穿着M size 所以说尺码越大 裤管的裁件 也会顺着去比较大哈 可是正常啊 不是虾肢 可是为什么我穿 还没有主播的感觉 因为小马 它的裤管会比较小 ok 因为有些人就说 我收到了为什么 它的裤管是这么大 不是虾肢 它确实是尺码越大 那裤管会跟着大 对啦 所以说跟我的尺码的话 这个款式是需要穿M size ok 这期如果你找着这样子 比较啊 这个是属于Creament厂家 ok 990基 非常的优惠 它加个下去了149 所以说这个款式 如果你这一期找着 就是说 上班 这种裤管的西装裤啊 这款式 我可以 我强励推介你们 直接带走两个色吧 毕竟这样子的价钱 你要不要 就是说 我会再有啊 99 是需要一个回馈给你们的价钱 很值得 非常好的面料啊 这个是 面料方面是非常非常 非常高档的裤柜 对 颜色方面呢 如果你是要找夏天流行的颜色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那么呢 这个呢 如果你要说比较 是属于比较资产风的 建议你们带走 蓝色还是可以选择两个色都带走吧 因为它的颜色很好 很少而已 ok 我现在是上穿的这个 前面拉链架 扣子啊 它的前面是拉链架扣子 然后腰头是这样子小的 一样是有绑胖的耳朵 穿了威松的话 可以选择绑的 可以加油带啊 可以加油带啊 这个啊 面料是属于另外一种高档的西装布面料 非常好啊 非常好 不要看重 不要看重 买到撞到啊 没有这个价钱了 找不到了 我的绝版了 它是属于比较简约的裁剪 可是整体它穿起来就是非常的显瘦 它没有太多小细节 就是左右两侧这样子一个压折 然后后面一样 后面口袋 我看后面口袋 后面口袋一样是functional的 可是如果后面口袋你没有用到啊 你就不需要把它挑开 因为它是没有挑完的 它只是挑了一个小洞而已 ok 一样后面这边是这样子有压性 这些小细节啊 来 需要L-Size的蓝色而已啊 对 呃 Ms.Liu你的青色L我留给你了哈 因为就是剩下一两件 对 所以你们才可以拿到这个优惠价 所以要的话直播下单哈 来 L-Size剩下蓝色 谁要L只有蓝色啊 现在 整体它穿起来就是非常有直肠感 然后overall穿起来脚是非常的鲜 所以把你的身体的那个 比例拉长了 所以你变高了 变高了就会变瘦了 ok 我身上这个Avocado Queen 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 助理是穿M-Size 来我去换蓝色给你们了 Canseline 也是蓝色L-U的 蓝色这次我佩戴一个boyfriend 谁要L-Size的话 我还剩下蓝色而已 最后三件啊 ok 肯定没有补过了哈 这些就是呃 剩下的一两件一两件 我们才呃 厂价才可以到我们这个邮回家哈 99零级买到是赚不到的 这个厂价的99啊 真是有你的马你就带走吧 进来啊下单前前 请检查好尺寸哈 腰部的量法是到最小的部位啊 不要量度男哈 就是说肚脐底上的那个 呃 那个那个 那边 不要量度男 你读我常讲 你的老公你的boyfriend 摸你那里 不摸度男的 对他是摸腰嘛 记得你老公摸你那里 那个才叫做腰 不是度男 不要去量度男 ok 量腰啊 腰就是我们 还是你们不清楚啊 你们去google search 怎么量腰的尺寸 他会有个图给你 画得很清楚 我们要量哪一部分哈 因为你量错 你量度男肯定是尺寸会比较大嘛 穿来肯定是爽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啊 是M纱就是我的尺寸 我的腰是78 就是我的尺寸 卡马的话必须拿 如果你卡马 可能你拿小的话 你穿着更加高了 可以吗 可以啊 你那些说卡马 你要拿小的话 可能有时候 我在减着肥 我不想拿大的话 你可以拿小 然后就穿起来 会比我现在的 如果正常来说 他是捏不到哈 可是如果说我提高了 穿比较高了 一个2cm是可以 所以说卡马的 如果是说你能穿比较高了 2cm是可以 不然的话你必须拿大 不可以拿小 这个款式 来一个非常总裁的配搭 就是衬衫配这样子的西装裤 然后穿起来就非常的有直肠感 刚才那个 有一点小女人这样子的感觉 还有带给女人味 这个是非常总裁的feel 来 配搭 boyfriend shirt 配搭衬衫 一定是搭得到的 OK 两个色素是属于粉色系的 OK 蓝色 你看啊 蓝色配搭了 我这个baby blue的上衣 非常好看 很显白 这样子来配搭 黄色系配搭 你要 overall穿起来 比较普遍的感觉 你就配搭这样子的衬衫 是非常搭的 OK 我身上的 或者主播是穿的 Extrasmol 助理是穿M OK 助理是穿M 像来讲 如果你穿你是卡马 然后如果你穿了微松的话 可以选择绑抱 因为它有绑抱的耳朵 给我穿Extrasmol 这个是刚刚好 OK 不会太大 或者是太小之类 就刚刚好 可是如果你想要有多一点点缀 你可以选择绑腰带 OK 我身上这个pastal blue 衬搭了一个 啊 sky blue baby blue的上衣 是搭得到的 我绑腰带 你们看见吗 所以Fanacea穿了微松的heart 可以选择绑抱 然后怎么搭白色 白色的腰带搭蓝色 是搭得到 整体这样子配的要非常 其实是一定要拿S size 因为Extrasmol是70 然后说 74是S 如果要74 需要拿 需要拿S 跟助理的尺寸下单 这一件是穿M size 然后我是穿着Extrasmol 属于一个full length的长度了 这个裤子 直筒裤管属于一个full length的长度 颜色很少 只有两个色 数量也很少 L size剩下蓝色而已 L size就是剩下我身上的蓝色 其实M size的数量也很少 谁要M的话 所有的数量都很少 所以才可以给到你们这个价钱 99零几 整体 78 如果是助理的腰 78 所以助理是穿M size 所以整体你想要穿的比较corporate 比较端装的话 直接配上这些这样子的boyfriend shirt 就好了 OK APP71 价钱是99 Extrasmol到X 到X 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 这一件是穿M 然后我是穿着Extrasmol 这一期谁要找这样子西装裤的话 就只有这个款 OK 这一期谁要找这样子制裤裤 对 西装裤 一个款 客价99 来自我们Payment厂家的 OK 然后我再介绍我身上穿的这个boyfriend shirt 星期二的boyfriend shirt 应该是没了的 OK 今天已经下 所有的顾客 现在他们都有流了 然后是没有了 可以考虑 之前买不到的颜色 这个一样啊 boyfriend shirt 是报款回货来的